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详棋集团2.7亿英镑2亿港币买下位于金丝雀码头的这栋写字楼彰显亚洲买家对伦敦商业地产的热情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详棋集团2K Group把已经倒闭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 之前的伦敦总部大楼加入了其日益扩大的房地产投资组合 目前亚洲对伦敦的投资达到历史高点详棋集团以2.7亿英镑从萨伊德控股公司Sed Holdings手中买下位于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5Churchill Place大楼 萨伊德控股公司由深于叙利亚的商人和慈善家瓦菲克萨伊德Waffexet创办 这是响起集团自7月以来在伦敦的这个地区完成的第二笔置业交易 根据为萨伊德就这笔交易提供咨询的Capital Real Estate Partners的分析 该大楼总面积31.9万平方英尺高12层成交价代表着该公司的初始净收益为5.2% 我们仍然对伦敦市场的实力有信心但接到了有吸引力的要约 萨伊德表示 萨伊德于2009年以2.08亿英镑从金丝雀码头集团Canary Wharf Group手中收购了该大楼 该大楼仍由摩根大通J.P. Morgan租用 后者在金融危机期间吸收了贝尔斯登 该交易标志着亚洲投资者对伦敦商业房地产持续不断的兴趣 今年第三季度亚洲投资者在伦敦写字楼交易上的投资金额创下了历史记录 房地产服务公司是邦卫理事CBRE的数据显示 今年7年9月月间投入伦敦写字楼的金额总计达48亿英镑 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亚洲买家 在此期间伦敦所有商业地产交易中 90%以上涉及海外投资 是邦卫理事的历史数据和英国金融时报的研究显示 自2010年初以来 平均每个季度外国投资占伦敦写字楼交易的比例约为60% 此前翔齐集团以4.1亿英镑从布鲁克菲尔德房地产公司 Bruckfield Properties手中买下了20Canada Square大楼 这栋高12层的玻璃大楼拥有55.6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和16679平方英尺的店面空间 目前该大楼的租户包括英国石油、BP和出版商麦格劳、 希尔国际、McGraw Hill International 分析人士表示 英国退欧公投后英镑汇率下跌吸引了海外买家进入英国市场 同时很多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可能也打算把资本放在伦敦 8月,中国政策实施了针对房地产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的法规 尽管香港公司不受这些管控的约束 但很多人担心中国市场潜在不稳定的影响 因而向海外转移资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